为了防堵疫情延烧 全国持续维持三级的警戒 新北市新店区建国摊商管理委员会 配合防疫加强清销 从原本一个月一次的消毒 提升为一周一次 同时也进一步要求摊商需要实联制 共同做好防疫工作 为了让民众能安心到市场采满 一大早新店建国摊商管理委员会 在摊区内展开大清销 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全国持续三级警戒 建国摊商管理委员会也增加了清销次数 本来如果说一个月一次两次 我们现在改成一个月 我们四五次就是一直消毒 我们就是隔一段时间就 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嘛 配合政府嘛 配合政府大家都做好这个防疫 这个工作把它做好 对于摊商管理委员自主性密集消毒 新北市议员金忠玉相当肯定 并表示疫情严峻 防疫工作一定要严谨 尤其市场市热区 更要格外的加强清销 第一个发现有确诊的人 赶快送医 第二个把家里面全部把它隔离起来 不要让它在外面再啪啪灶了 第三个就是发现有热点 我们赶快来消毒 唯一只有这样子 才可以阻绝把新店的剂情 能够降低下来 工作人员沿着街道喷洒消毒水 同时也进行清扫 消毒工作做得非常仔细 建国摊商管委会会长 郭昌凤指出 自从上周疫情爆发后 管委会就紧急研拟防疫对策 同时进一步要求摊商需要十连指 我们去买了酒精消毒用品 还有我们的一些防疫的这些 通通都把它准备好 第二天早上六点 我们就发给所有的摊商 所以我们的摊商 每一个摊商都一样 每一个摊商都有实施实名制 都有发本子给他们 酒精也发给他们 除了密集清销 另外摊商会委会也呼吁民众 进入市场务必要戴好口罩 一起做好防疫工作 度过这次的难关 记者陈晓旦采访报道